大家好 我是Edwin 之前有兩位三位朋友在留言問我 我的音樂在哪裡找 又或者音樂叫什麼名字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希望早點知道的 一些音樂處理的提示 或者技巧 首先答了幾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我的音樂到底在哪裡找 基本上我所有的音樂 都是在YouTube上找的 YouTube上有一個創作者工作室 創作者工作室裏面有一個製作 有一個叫音樂庫的東西 這個音樂圖除了免費之外 YouTube也不斷新增很多高質素 還有新的音樂和音效 所以如果在這裡選擇音樂的時候 可能會選擇有一個新的類型 那些音樂會比較有特色和高質素 作者裏面其中有一個叫5Tracks 他那些音樂我幾乎都用過了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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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讀了小學 三年班 你也知道嗎 你也是我 Mario 另外如果你用Mac機的iMovie 或者用Soundtrack Pro 來配音樂 或者找音效 他們裏面的音樂也有很多選擇 其實有部份的影片創作者 都會在其他地方找音樂 例如一些大專院校 就會訂閱一些大型音樂公司 譬如環球音樂的Universal Production Music 或者有些創作者會利用一些 每個月付費訂閱的音樂服務 例如Epidemic MusicBad Art Leads 但這類的訂閱音樂服務 就是要錢的了 另外也有些支持影片創作者的唱片公司 例如No Copyright Sounds 這間公司是針對一些遊戲的直播玩家 或者是YouTube上的打機的朋友 去創立的一個組織 會提供一些曲風比較快 或者風格比較像電子音樂的音樂 給大家使用 有些人很喜歡剪片的時候 用一些很開心的音樂 他覺得去旅行 去玩 即是開心 開心 當然是用開心的音樂 影片上的音樂 除了配合影片的內容 也有帶領觀眾情緒的功效 你不會想像新假期 或是CCTVB 或是Log On 有些很小的 螢幕 一直播放一些介紹商品的影片 那些影片裡面不斷有一些很開心 很快樂的音樂 給大家一些例子 謝謝大家 這類音樂聽得多就會覺得很煩焰 因為那個節奏也差不多 用的樂器也差不多 全部都同一個音樂 又會覺得 影片看得很低能 很卡通 會令到影片很有商業的感覺 所以這些開心的音樂 真的不要用太多 我現在聽得多都有點反感 總之少用 不要用 再說一下版權的問題 如果你用的音樂 不是在Youtube Music Library 找的話 你決定正式用這段音樂 之前 你最好檢查清楚 這段音樂 有沒有版權的規範 我這裡有兩個方法可以檢查 第一個方法 就是在Youtube裡面的音樂政策 那一頁 把你的音樂名字 打到這頁 如果顯示出來 這段音樂 是有版權的規範 版權的規範有幾個級別 第一個就是 完全不能用 只要你用了這段音樂 你的影片就不能播出 全世界沒有人會看 第二個就是 部分地區會看不到 最後一個就是 版權的持口人 可能會透過你的影片 去盈利 去賣廣告 賣廣告所得的收益 就是版權擁有者所得 這是檢查你的音樂 有沒有版權規範的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這段音樂 去做一條很短的影片 或者很簡單的影片 看一隻字 然後就 上去Youtube 如果這段音樂 有版權規範的話 版權的持友人 應該很快就會作出行動 在這段影片做版權的聲明 如果你知道這段音樂 可能有版權 但檢查完兩件事 又不是在Youtube Music Library 找的話 我希望你也會在這段影片中 講述這段音樂的來源 或者是歌名 和作者 然後就給一個 Credit 這個音樂的創作人 另外順帶一提 這個世界 有一種公司 就是 靠這些版權的聲明 去賺錢 也有一種公司 很賤格 會隨便 胡亂在別人的影片上 做一個版權的聲明 博你不會提出爭議 他就會透過你的影片 去迎你 各位要小心 這些濫用版權聲明機制的公司 在適當的時候 維護自己的權益 做一個提出爭議 最後想說 各位 利用一段音樂的時候 其實就未必 從頭到尾 有時候 你可能要用一段音樂的開頭 為你這段影片 去營造一個期待的氣氛 令觀眾更加期待 下一幕 又或者你可以在影片的高潮部分 利用音樂最高潮的部分 配合整個情緒 又或者你段影片 剛剛到了透氣位 你就可以選擇音樂的一些比較平靜的位置 又或者是副歌之後的部分 有時候選擇音樂的時候 可以利用看過的電影 看過的電視劇 去做靈感來源 回想起 你用看過什麼戲 有什麼情節 和你那段影片的情節很相似 你可能去找那一段電影去看一看 你可以拿到一個大概 應該配音樂的靈感 當然你不要想起CCTVB的電視劇 那些音樂配音樂 有些可能用超過10年以上 不要害怕 在影片中用超過一段不同的音樂 我剛開始剪片的初期 我都很害怕 我很害怕 在影片中用一首歌 轉換另一首歌 或者用超過一首歌 後來看多些別人的作品 看多些別人的國外的影片 就會發現 一段不同的音樂 可能會幫你影片 帶來一條很明確的分界線 又或者可以幫你做到一個很明確的氣氛的改變 也可以透過音樂的改變 為你影片帶來不同的效果 最後一個語重心長的建議給大家 希望各位願意放多些時間 在處理音樂方面 因為一段影片 除了影像 除了對白 其實就是音樂 音效 影片的音樂 是對影片 可以造成極大的影響 你可以選擇在pre-production 即是在你拍影片前 就想定用什麼音樂 或者是拍完影片後 後期剪片的時候 才選擇你要用的音樂 選擇音樂的時候 你也不要想著很快就可以做到 快的話半個小時 久的話可能選擇幾個小時 有些荷里活製作的電影 那些可能搞音樂都搞幾個月 也不奇怪的 千萬不要進入一個選擇音樂的項目 然後選擇頭幾首 然後選擇頭幾首 頭幾首通常都被人擁抱 可能你已經聽過無限次 在不同的影片上 又或者頭幾段的音樂 未必真的那麼巧合 可以適合你的影片使用 所以各位記得好好認真地對待影片上的配額 放多一點時間進去 可能可以幫你提升影片的質素 這段影片不是我在發表偉論 或者不是教大家任何事情 只是我希望我可以早點知道這些提示和技巧 可以幫助你在創作影片方面更快上手 其實我自己仍然在學習如何為影片配樂 我家又不是音樂的世界 又或者我小時候又沒有學樂器 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交流一下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節省你 冤枉路不用走 可以更快上手 可以的話 希望你給這段影片一個Like 你的Like對我真的會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出生了 出生了